一展超过117米的世界最大飞机首度同时发动机上6G引擎已完成第一阶段测试,向首飞又迈进了一步。 G,而在引擎测试前,6个油箱都接受了燃料系统测试,其他包括飞控系统、电子、气动与火灾侦测系统等也都顺利通过测试。 如今公司计划,接下来几个月将加大引擎测试力度,接着将首次展开滑行测试。 平流层发射系统公司是由微软Microsoft共同创办人艾伦Paul Allen2011年末所设立原本公司设立时是要发射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中型的猎鹰9号火箭Fulton-9。 但由于双方一年后分道扬镳,Strata Launch转而于轨道科学公司Orbital Sciences Corp,也就是现今的轨道科学Orbital ATK公司前约同样计划发射中型火箭。 不过,由于发射小型卫星的需求日增,Strata Launch如今正赞助提供相关服务,而艾伦的大宝贝只要飞一次就能发射多达三枚。 先前句 由于飞机十分庞大,还有好些系统有待测试,因此目前难以确定首飞日期。 不过,Strata Launch今年5月31日在星级首度亮相时说飞机彻底进行测试后,最早渴望于2019年让这架巨无霸首飞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